身家千万的富豪家庭 开着保时捷来到麦当劳吃快餐 却对一个素未蒙面的弱女子群起公知 导致女子当场丧命 这是一个邪神降临的轰动事件 一个原本幸福的家庭 却因为追求某种信仰 长幼颠倒 家人反目 散尽家财 最后闹出了人命 欢迎来到樊有所想 我是小樊 山东昭远是一座没有麦当劳的城市 因为在9年前 在昭远市唯一一家麦当劳快餐店内 发生了一起轰动全国的密案 当地的麦当劳从此关闭 至今也没有再开 2014年5月28号晚上9点左右 在山东昭远市 一辆保时捷卡宴停在了麦当劳门口 一行六个人走进了麦当劳门店 这六人中有两男四女 他们之间的关系有些错综复杂 最年长的男人叫张立东 1959年出生 河北人 当时55岁 其余五个人中 有三个是张立东的子女 分别是 30岁的长女张帆 高满18岁的二女儿张杭 以及还不到14岁的小儿子张杜 另外两名女子 一个是张立东的情人 叫张巧莲 当时才24岁 另一个叫吕银春 是一名农妇 是山东龙口人 当年39岁 几个人走进麦当劳后 围着一张桌子坐了下来 开始窃窃私语 此时店里还有一些其他的顾客 吕银春对张帆说 你看 角落里那桌人很有善 总冲着我们笑 那些人一定是我们要牧养的小羊 张帆很认可这种说法 他说 麦当劳就是圣地 这里的人跟我们很有缘 是神预定的人 接着 张帆命令妹妹张行 去向店里的食客索要电话号码 张行把店里的客人问了个遍 绝大多数都给了他电话 只有一个人明确表示了拒绝 此人叫吴硕燕 35岁 在附近的商场上班 是一名服装店的导购 也是一个6岁孩子的母亲 当时 张行走到吴硕燕的跟前 对他说 阿姨 我看跟你挺有缘的 想加个联系方式 末日来了 同行才能获救 吴硕燕意识到 这几个人呀 可能是某种教徒 于是他说 我不信这些 你找别人去 张行信信地走到姐姐跟前问 周围这些人不都是小羊吗 怎么会不给我电话呢 这句话惹怒了姐姐张帆 他斥责妹妹说 你要有自信呀 直接去问他 你给不给我手机号 于是 张行再次来到了吴硕燕跟前 拍着桌子大喊 你给不给我手机号 吴硕燕再次表示了拒绝 而吴硕燕的两次拒绝 彻底激怒了这六个人 过了一会儿 张帆忽然说身体不太舒服 感觉有恶灵在袭击他 吴硕燕春呢 立马就看向了吴硕燕 他说 原来是他一直在攻击我们 你看他的衣服 然后吴硕燕春告诉我说 你看他的衣服 我就看到有很明显的 异常的气流在鼓动 但是当时没有风 就是吴硕春告诉你 这个顾客当中 有一个人在袭击你们 通过什么方式袭击你们 恶灵 超自然的力量 在袭击你们 然后你也看到了 这个人 这个衣服里有风 异常现象 有异常现象 这时候 我指着那个 那个女的这个时候也看我们 然后我就说她是恶魔 然后发生了争执 张帆忽然直接就对着那个女的说 怪不得我感觉有恶魔在攻击我 有能力从我们身上 就是被吸走 原来就是你 张帆和吕硬春一口咬定 不愿意给号码的吴硕燕是个邪宁 于是一场无望之灾 降临在了吴硕燕的身上 她被六个人包围起来 遭受了致命的攻击 毫无还手之力 这期间呢 麦当劳的员工和经理 试图阻止这场纷争 但吕硬春却对现场的所有人说 我们在除魔 这个女人是个邪宁 谁敢管闲事 就是她的下场 所以一时之间 麦当劳的所有人 既搞不清状况 也不敢上去阻止 有人迅速拨打了报警电话 大约四分钟后 警察赶到了现场 强行制服了所有人 并把受伤的吴硕燕 送往了医院 但很不幸 吴硕燕 没能幸免于难 整个案发的过程 只有短短六分钟的时间 而这六个人当中 下手最狠的有三个 张立东 张帆 和吕银春 事发后 这三人不仅没有丝毫悔意 反而觉得 他们的做法是对的 他们是在驱魔 是在行使正义 哪怕要坐牢 他们也没有做错 谁能想到 说出这番话的人 是一个身家上千万的老板 而他的大女儿张帆 也是一个震惊的本科生 曾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 而他们口中所说的信仰 是一个叫全能神的教派 在案发前十多年 全能神早就被列入了邪教名单 也是公安机关的重点打击对象 那么 这个不缺钱 有文化的富豪家庭 怎么会痴迷邪教 又怎么会在大庭广众之下 做出如此疯狂的举动呢 这一切 还要从七年前开始说起 张立东一家人的老家 在河北省石家庄市 无极县东关村 2007年 23岁的张帆还在读本科 这年放寒假 张帆从北京回河北老家过年 意外的在村子里 捡到了一本奇书 书名叫做 《神隐秘的做工》 张帆打开书一看 顿时眼前一亮 书里的内容啊 是他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的 他很快就沉迷在这本书中 并且对书中的内容深信不疑 原来人类是神创造的 而这位神的化身 还是女性 书里说呀 人之所以会痛苦 是因为世界末日会降临人间 只有全身心信仰 全能神的人 才能在世界末日来临时得救 听起来很像小说情节啊 可当时 全能神教早就在无极限散播开了 信徒们会在公共场所散发书籍 或者故意把书籍丢弃在公共场所 以此来进行宣传 所以张帆才会捡到所谓的奇书 书中的说法让张帆恍然大悟 他在高中时被诊断为抑郁症 一直都对人生感到绝望 越来越觉得人生毫无意义 现在他才明白 原来是神抛弃了自己 看完书之后啊 张帆很想加入全能神教 但这个教派非常隐秘 他没有找到加入的渠道 只在网上找到了一个论坛 2008年10月 张帆在论坛里 认识了一个与众不同的人 这个人熟知经文 能够把全能神的教义 讲得头头是道 让张帆非常崇拜 这个人就是吕银春 他的文化水平并不高 只有初中学历 之所以能够侃侃而谈 是因为已经入教多年 1998年 吕银春才23岁 是一名商场营业员 他的一名同学 向他介绍了全能神教 吕银春对此很感兴趣 慢慢的他开始信仰全能神 之后他结了婚生了孩子 有了自己的家庭 但婚姻生活呀 并没有给他带来幸福感 他开始越来越痴迷全能神教 并且他得出结论 无论是家庭还是亲情 都是神的国度 不能容忍的东西 于是为了他的信仰 他撕裂了亲情 抛弃了家庭 和丈夫离了婚 丢下女儿辞去工作 全心全意的侍奉神 到了2008年 吕银春已经入教整整十年 长期浸泡在全能神的理论当中 各种神话故事和教义 是信手拈来 说的头头是道 正是吕银春的这份才华 受到了张帆的仰慕和崇拜 两人开始频繁的联系 吕银春更是向张帆说 他是信徒中的最高等级 神长子 和全能神一样 拥有掌管神国度的权力 而神长子呢 只有一个 张帆对吕银春的话深信不疑 也对他非常恭敬 有一次 吕银春突然对张帆说 你也是神长子 张帆很意外呀 但也很不能理解 不是说 神长子是独一无二的吗 吕银春却说 对 我就是你 你就是我 我们其实是共用了一个灵魂 张帆恍然大悟 得知自己是神长子后 他非常激动 同时 他也感受到了一种使命感 一种传播全能神教义 发展全能神教徒的使命 2008年年底 已经信仰全能神的张帆 回到了河北老家 向父母以及妹妹 传播了全能神的教义 当时 张帆的母亲 陈秀娟是个基督徒 父亲张立东呢 虽然不是什么信徒 但受到妻子的影响 也开始走进教堂 而在教堂当中啊 就潜伏着一些 全能神的信徒 他们甚至给张立东送过礼物 所以张立东夫妇 早就接触过了这个教派 听说女儿也信了全能神 张立东夫妇是激动不已 因为女儿张帆是个大学生啊 是家里文化水平最高的人 他都信全能神 那就肯定没错 因此 张立东一家人 在张帆的带领下 全部信仰了全能神 不过从根本上来说 张家人之所以会深陷邪教 不能自拔 更深层的原因 可能是因为 张立东的形式和三观 原本就不是很正 张立东一家人 在东关村是无人不小的大户 是当地知名的富豪 不过他的这些家产 从来历上来说 并非完全合理合法 张立东年轻时候 在山东当过兵 退伍后就开始倒腾一些小生意 比如倒卖废品和五金 但这些小生意啊 只能保证温饱 根本谈不上赚钱 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一名千万富豪 完全是靠着他哥哥张东智的帮助 因为张东智的手里虽然没钱 但是有权啊 1988年 张东智当上了东关村的村支书 他在东关村建立了一个医药市场 这是当地最早的土地开发项目 有村民透露 当年的征地过程啊 并不透明 补偿款有多少 钱到哪去了 村民们谁也不清楚 而在哥哥的影响下 张立东也干起了倒卖药品的生意 赚到了几十万 可惜的是啊 东关医药市场并没有红火太久 因为很多人的生意都是无振经营 1993年 河北省对这片市场进行过诊治 1999年 东关医药市场因为售卖假药被彻底关闭 当地的村民透露 张立东一家人真正发财的原因 是倒卖土地 在张东智任职期间 当地的一些集体企业 比如机电厂 地毯厂 五金厂等 先后倒闭 而张立东呢 就利用哥哥的关系 用低价收购了这些厂房 囤积多年之后 把土地高价卖出 或者开发盖楼 出售房产 赚到了不少钱 后来 东关医药市场倒闭 张立东明知市场即将关闭 还是把市场里闲置的柜台租了出去 收取了大量的租金 没多久 市场被强行叫停 但张立东并没有退还租金 租户们呢 全都敢怒不敢言 因为张立东找了几个东北人跟着他混 再加上他哥哥的关系 张立东黑白两道通吃 村里没人敢招惹他 在1997年左右 张立东因为牵扯了一桩命案 被关了好几个月 不过 这并没有影响到他的生意 他的生意啊 是越做越大 到了2000年以后 个人资产就已经上千万 但到了2005年 张立东遭遇了人生的转折 他的靠山即将倒闭 这一年 他的哥哥张东志得了骨癌 四处求医问药 没有找到有效的治疗方法 张立东呢 也受到了打击 跟着妻子走进了教堂 开始信仰基督教 试图寻找心灵上的寄托 当时 无极限里除了基督教 还潜伏着很多全能神的教徒 全能神教的创始人叫赵维山 1951年出生在黑龙江的哈尔滨 他最早是一名基督徒 后来自立门户 自称是一名拥有神力的能力主 为了泡妞 他从自己的追随者中 挑选了七个女人 称她们是神的化身 拥有神力 赵维山向信徒们宣称 世界末日即将到来 只有信仰全能神的人 才能被拯救 而全能神 就是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人间 这一次 耶稣来到了东方的中国 并且化身为了女性 教徒们必须完全遵循 这七位女神的教会 才能获救 2000年 全国各地开始查封全能神 赵维山被列为了通缉犯 他辗转去到了美国 在纽约设立了总部 在世界各地大力发展信徒 根据查缴的文件显示 从2016年11月到2017年3月 光是东北地区的全能神组织 就向境外转移了1.4亿人民币 而这些钱都是信徒们上交的奉献 不过话说回来啊 张帆回到老家后 向父母传教 也向父母提到了吕银春 说他和吕银春共用一个灵魂 都是神长子 对此 张立东夫妇不但没有表示怀疑 反而十分的激动 两人都愿意相信 女儿是神长子 为了自己的信仰 张立东和几个兄弟姐妹彻底闹翻 他觉得在老家待不下去了 就在2009年的夏天 举家搬到了山东昭远 因为在这里住着神长子吕银春 而这次的搬家 注定会毁掉整个家庭 张立东在昭远见到了吕银春 当时这位赫赫有名的神长子 住在一间破旧的出租屋里 生活十分简朴 张立东看到 尊贵的神长子竟然过着这样的日子 立马自掏腰包 给吕银春买了一套100多瓶的二手房 还花了100多万 买了一辆全新的保时捷卡宴 作为吕银春的代步工具 张立东一家人也在昭远买了一套房子 不过刚住进去 吕银春就搬了进来 用他的话来说 他和张帆都是神长子 共用一个灵魂 要一起管理这片墓区 而因为吕银春的加入 这个家庭开始逐渐扭曲和分裂 在这个六人的团体中 张帆和吕银春的地位是最高的 因为他们是神长子 其他四个人必须绝对服从两人的命令 因此张帆和父母之间的关系 发生了变化 长幼秩序完全颠倒 父母对女儿毕恭毕敬 事事都要向女儿汇报 也不敢违背女儿的命令 家庭氛围变得越来越压抑 吕银春还要求张家的这五个人 放弃对亲情的眷恋 因此张家人之间 不敢表现出太多对彼此的关心和温情 一旦被发现过于关心 就会遭到指责 而一位放心不下自己的孩子 陈秀娟遭到了两位神长子的批评 除了陈秀娟 其他人也同样遭到了训斥 二女儿张行 当时正处于躁动的青春期 比起各种神话故事 更吸引她的是流行歌曲 韩剧以及互联网 为此她不止一次惹怒了姐姐张帆 张帆经常用最恶毒的话训斥她 说她是败坏之徒 是撒旦的后裔 而父亲张立东呢 同样也做不到心中只有神 她还挂念着房子车子和票子 留恋着这个花花世界 因此除了张帆和吕银春之外 其他三人的信仰 总是断断续续反反复复 无法做到一心一意 为了彻底断除张家人的后路 吕银春和张帆决定 收走张立东的经济大权 他们以神长子的身份 要求张立东把所有身家 一千多万全部奉献给神长子 不给就是对神的不忠 而为了表达对神的忠心 张立东服从了秘密 但即便是这样 他们还是无法全心全意的热爱神 后来张帆和吕银春 对其他四人彻底失望 把他们赶出了教会 整个教会就只剩下了两位神长子 那么问题来了 只有两个人的教派如何发展呢 作为神长子的张帆和吕银春 又该如何行使他们的权威呢 不久之后啊 为了重新挽回教徒 吕银春和张帆想出了一个办法 2014年5月24日 张行突然收到姐姐张帆的消息 说家里的车坏了 需要爸爸回去修一下 小狗呢也要洗澡 让张行和弟弟一起回去帮忙 第二天 张行和爸爸以及弟弟一起来到了昭远 但一进家门 张帆和吕银春也不让他们修车 也不说给狗洗澡的事 而是要他们听一听新的真理 张帆说 你们三个之所以不能全心全意的信仰 是因为有邪宁在作祟 而母亲陈秀娟就是其中最坏的那个 现在邪宁已经被识破 再也不会影响你们了 张帆开始系数起了母亲的种种不适 以此来证明母亲陈秀娟是邪宁 吕银春和张帆之所以会选择陈秀娟作为目标 是因为陈秀娟对于两人所讲的教义并不十分信服 这一点让两人非常痛恨 而为了让父亲离开母亲 张帆甚至还给父亲找了一个情人 她联系到了东关村老家的张乔莲 这个比她还年轻的女孩 在此之前就是她父亲的情人 张帆把张乔莲接到了昭远 认为张乔莲和父亲张立东才是真正的夫妻 张立东是亚当 张乔莲是夏娃 新成员的加入让张帆和吕银春有些兴奋 因为邪宁这个办法做效了呀 他们的教诲又恢复了 于是为了更好地控制仅有的四名信徒 张帆和吕银春再次搬出了邪宁这招 这次遭殃的是张帆最爱的宠物狗 陆毅 2014年5月26日晚上 几个人在客厅里聊天 聊天的主题呢 还是张帆的母亲陈秀娟 吕银春当时躺在沙发上 突然她感到浑身无力 双腿发麻 心里越来越难受 两只胳膊呀 好像被外力往外拉扯 整个人像是被钉在了一个无形的十字架上 紧接着 她一口咬定 有邪宁在攻击她 吕银春指着小狗陆毅说 这只小狗已经成为了邪宁的工具 是陈秀娟的化身 张帆听了吕银春的话之后 毫不犹豫地打开狗笼 抓起陆毅往楼道里走去 然后疯狂地进行了一次除魔行动 几分钟后 陆毅断了气 张帆却不断大喊 全能神得胜了 当天晚上 一家人闹到了很晚才睡 可只睡了两三个小时 就被张帆和吕银春再次叫醒 被反反复复的要求跟他俩沟通 两人先是对昨晚发生的混乱进行解释 然后又要求几个人反思自己对神的忠诚 就这样 几个人一直被折腾到了5月28号的下午 也就是案发当天 此时 所有人都已经非常疲惫 但张帆和吕银春却要求所有人 一起出门购买杂物 下午三点过 六个人来到了昭远市的麦当劳用餐 吃完之后 他们去到商场购买了一些生活用品 晚上9点左右 几个人再次回到了麦当劳 张帆和吕银春注意到了周围用餐的客人 希望能发展他们成为全能神的教徒 于是张帆派出妹妹张行 去向店内的顾客索要电话号码 大部分的顾客都给了手机号 有的人虽然给的是假号码 但至少给了张行一个面子 只有一个人明确拒绝给电话 这个人就是后来被害的吴硕燕 2014年10月11日 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 主犯张帆和张立东 直接导致了吴硕燕死亡 被判处死刑 主犯吕银春被判无期徒刑 重犯张行被判10年有期徒刑 重犯张巧莲被判7年有期徒刑 而张立东的小儿子张舵 因为当时不满14周岁 没有达到刑事责任年纪 因此没有被定罪 最可笑的是 当张帆被判处死刑之后 吴硕燕春却仍然相信 张帆是神长子 是不死之身 直到2015年2月2日 张帆和张立东被执行判决之后 吴硕燕春才认识到 并没有所谓的神长子 好了 看完整个事件 你有什么想法呢 欢迎留言评论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 别忘了点赞和关注我的频道 页带1月2日